嗨 很大勺 很羨慕 香港老人家的問題 我在我心裡很久了 嗯 為什麼呢? 我12歲出來做童工 嗯 我是最小 那時候是合法的 童工還是 嗯 你想想 我其他所謂的同事 已經是二十幾、三十 四十、五十、六十都有了 那你說我是不是已經是 一來就是在面對老人的世界 嗯 我記得那時候是茶餐廳 嗯 好了,接著成長的過程 都是在這種情況長大了 那很多時候就見到 很多時候 年紀大了好像是被忽略的 感受到的 嗯 好像沒有什麼價值感 嗯 是嗎?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有沒有存在感呢? 是的 因為我自己是感受到他們的處境 嗯 那就是在裡面 沒有想過說要拍電影的 那時候我還沒入行 嗯 但是直到我進了電視台 嗯 就看到很多前輩 嗯 就是當你有名有姓 你就有些好一點的待遇 嗯 如果你是比較沒那麼活躍的 嗯 語片年代即使我認識你 我當然知道你是誰 我經常說堅叔,何必堅 陳忠堅,堅叔 這些大學生 當時是大學生來的 編劇也是導演來的 但是去到電視台的年代 已經是好像一個擺在一邊的 沒有什麼 我再加上去善用他們的時候 明白 我好像浪費了 嗯 是不是或者是怎樣呢? 嗯 剛剛遇上 靜然有這個劇本給我的時候 對了 這個時候我覺得應該要講一下 就是在我的能力範圍 我覺得是可以講到的 嗯 那你要講 但是會不會因為你乾媽的 平衣都有一點點啟發呢? 就是一個人老了 這個當時他對我印象都很大 嗯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人生活 嗯 我跟他們溝通的時候 很多東西我也都很強烈的感受到 那變成我就說 剛剛那個時間就是這個時候 嗯 那時候我就已經在寫這個劇本了 不停寫 你來到了你什麼時候? 其實我一輩子開始見這個劇本 嗯 一輩子 嗯 那不停在那裡插 那初初我也覺得是未夠好 可能自己也未 都要通過時間的 嗯 自己那時候還是比較早幾年 嗯 我又不敢不夠膽自己年輕一點 嗯 都是年輕一點的 在電視頻來說也是 年輕一點 年輕幾年的 是的 這段時間我覺得差不多了 嗯 就這樣去找出來 嗯 那我想帶了什麼訊息 就是好像你事件完之後 關注一些 政府關注一些老人家 多些支援和照顧呢? 這個很重要 我覺得 就是當然我們 兩個課題 我覺得 就是我希望 就是 觀眾看完之後 會覺得自己身邊有沒有這些人 其實我們可以關心一下他 一句為民意很足夠 嗯 就是當然 每個人經濟條件不一樣 我現在不是說要你住大屋 睡了一張漂亮的床 不是 即使他可能很吃力的生活 但是你有關心他的時候 他會覺得自己是存在價值 嗯嗯 第二當然 等於我們 導演 要安排這些 廊室的 醫院走廊 為什麼呢? 香港不是另一個問題 是 就是支援上 可不可以比較好一點 是嗎? 我覺得這是一兩個角度 都是關心 是的 即不是單單政府 就算我們自己 都要做回這件事 當天我就是 因為我正在幫優麗圖導演 做優麗圖導演 又開數目二 現場去客村 要是很久沒有見 都真的以前在TVB年來認識 就是 見面後 他說 你有沒有劇本搞一下 我說有 我就傳給他看 一個禮拜後 就在這間房間發生了 一個禮拜後 我上來 跟他見面 我說 你對故事有沒有興趣 他說 不要說你那個 先說我那個 他就拿了薩卓奧黃昏出來看 我就坐正你這個位置 我就在這裏看完整個故事 才看 就在這裏看 看完之後 我說我有興趣 還有一件事 觸動的就是說 他是一個 黑色偶像 對 因為永遠 我經常覺得 電影除了有一個訊息 給別人之外 那你也是一個娛樂 就是你給觀眾 有一個 買將飛入場 你都給他一個開心 對 就是一個娛樂 所以你拿了一個平衡 就說我有話說 還有娛樂 還有娛樂 所以我就想搞 你們兩個共同 想演員的時候 就想想四哥和寶寶 想想 因為你現在雲雲整個 整個影圈 如果能夠駕馭到 你要有一個叫做 神秘的感覺 嗯 又要有型的 嗯 過去曾經非常非常有型 是 我自己覺得無出其由 嗯 就是四哥是不義之算 嗯 因為為什麼 他經常戴眼鏡呢 觀眾覺得他很軟 很軟 這個半山的 這個半山 是嗎 是嗎 是 這個不是對嗎 我說四哥是最相似的 當然我們要想想 如何拉他下地 嗯 第二個就是Bobo姐 嗯 因為Bobo姐近年也才有演出 嗯 最近已經是媽咪俠了 很久了 真的很久了 真的很久了 但是 我覺得是 他 直到對上一次能夠 大放笑彈的就是九月黑玫瑰 對 差不多三十年了 二十幾年了 二十幾年了 九月黑玫瑰 九月黑玫瑰 但是我說現在 又成長了 Bobo姐自己也 應該有第二種體會 嗯 我覺得這個角色可以找Bobo姐去參與 去試一下 給大家合作 可不可以有一個火花出現呢 嗯 而且我覺得 他和四哥這個組合 絕對 如果在九月黑玫瑰的觀眾來說 是絕對一種叫做 是他們的青春 是 的回憶 對對對 在新一代的觀眾 新觀眾來說 我是當新演員來看 是 因為不認識他嘛 因為我問過有些人 你知道這個是誰嗎 我知道 誰啊 謝田豐他爸爸 是這麼多 但是他們不知道 當時的阿四哥是 紅片東南亞的嘛 專家說是 影響都是紅片 對對對 我覺得這個組合是非常好 嗯